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中有抽水果送祝福的环节 成一抽到了橙子 莲物 都比较淡定的送了祝福 当主持人抽到猕猴桃时 成一的那个眼神 谁懂啊 光看住猕猴桃都是眼神都是发光的 满脸的宠溺 甚至还和主持人手中的猕猴桃打了招呼 主持人说送祝福的时候 他把猕猴桃拿在手中 这是我的果果啊 那个眼神那个笑容 果果们真的都懂 他说祝他的果果们所向披靡靡 我们也想祝成一2024红红火火 成一他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掩饰了 在全国观众面前告白他的果果们 给全国看直播的观众们撒了一把狗粮 结束的时候成一一袭白沙从里面就一直开始小跑出来 只为了能早点见到他的果果们 他清楚的知道果果们在等待住他 为了让果果们早点见到他 能早点回家 他一路小跑出来 他小跑奔向果山果海的样子 像极了果果们不顾一切奔向他的样子 如果这都不算双向奔赴的话 那什么才算 我从来没有想过年过三十的我还会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怦然心动 感觉自己好像和梦想谈了一场恋爱 能看住他就特别满足 喜欢一个人并不是要得到他 而且看到他幸福 他开心就好 看到他开心的笑比什么都好 成一他曾经说他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但是呢 他却一直做出世上最浪漫的事 在他这里是观众朋友和果果的区别 是特意要求原路返回要看自己粉丝的区别 是每次活动完高定落地都要跟果果拍照的区别 成一再次白沙落地合影 他双手伸开背对住他的果果们 这个姿势一直都没变 他再尽可能地拥抱每一位果果 他曾说过他取不了所有果果 但是希望果果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诚意 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是我想说的是做诚意的粉丝 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也谢大家 杨栋梁 请来 杨栋梁